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回返故乡 看见悟患心仪 时代变迁的体会 当地人对地方上的自我定位 还有老师幼时重病 挺直较弱 和他喜欢独处的性格与写作的关系 老师我在看这一段的时候 其实我发现好像好几位作家小时候都体弱多病 对 我后来也发觉是蛮特别的 就是他们很多像雷尔克 像很多他们在幼年的时候身体都有可能 我不太清楚 但是我觉得你如果是一个小孩 然后你的身体很弱的时候 心智有可能会特别的敏感 那你的敏感就可能会触发了 你另外一个面向的可能性 对 因为你的身体变成比较局限 然后也比较不强壮 所以你的另外一面就会可能必须发展的 就可能适合 但是确实很多作家小时候身体都很差 对 我们家六个小孩 我是老师 他们就觉得我跟其他的兄弟姐妹都不一样 因为我好像从小就 我不太会要求什么 我也不会主动 我也不争吃的 就是好像就在那边 但是他们说我总是在那边听大人说话 很专注的听 然后也不知道我在想什么 所以某一种的观察跟一个敏感度 可能是从小就有 然后老师刚刚也提到喜欢独处 小时候就喜欢独处 对 我小时候是很蛮有点自闭 我不太知道怎么去跟人互动 或者是主动交朋友 主动说话我不太会 因为我一个人独处 我也觉得很自在 我没有觉得不舒服 所以我并不会觉得一定要去跟很多人说话 什么的 倒下来就是我小时候会很早就开始会去自己找书看 就会很喜欢看书 就是大人的书 反正找得到了就看 所以那个独处跟阅读 跟后来这写作应该都有一些联系的关系 怪不得 老师在第一段就讲到说 那个时候部队巡礼放风的日子 然后您返乡 您没有跟着大家去热闹 您是自己在乡里这样走走啊 看看这样 对 我基本上因为一开始 其实我那时候是在受预官训 在泡舍台南泡舍三个月 所以那到可以每个周末可以放出去的时候 那所有的人都迫不及待就冲出去要大吃大喝大玩 那我出去一两次我是觉得非常无趣 我就甚至于到那个其实可以出去放假那一天 我就选择自己一个人留营 那个部队里头那些管理的那些党官觉得不可思议 你为什么不出去 对 我觉得我在这里很舒服啊 我有带书啊 我就在这营里没有人干扰 我在那边看看书 然后很轻松 我这样子联想到您的弱建筑 我就想说您应该喜欢老子的哲学 所以就是为什么可能您的个性我在想 对应该有都有一些关系 所以我有可能就老子的那种让啊退啊 不争不需要强啊 跟我一路的那个本性就是蛮接近的 所以我在读老子的时候觉得就是很容易很容易认同 也接受他这个观念 好老师也提到了就是说几条路 那像是最繁华的这个中山路 那勾起了您小时候呢 在当地那个洁庆的热闹景象 那但是您也提到就是说 现在两旁盖起了很多的现代乌鱼 然后店家也几乎都改换了 让您觉得有些失望 对 其实那时候当然两条 就我们我刚刚提到 就我们家是建基路是一个小小的横的路 然后我们左边右边就是中山路是当时应该是 最主要的 从火车站出来一条大马路 等于叫中山路就最重要最热闹的 然后平行的另外一条叫建基路 那个是都是骑楼的 也是很多店家 那我后来再回去 那中山路因为马路拓宽 然后它整个就是拆掉了很多原来的建筑 然后也因为可能发展的关系就盖了很多楼 反过来那个建基路 所以那个中山路就是变得很陌生 它已经完全不是我记忆的样子 那当然情感的连结就变少 而且它就变成其实台湾的乡镇 在过去大概三四十年 就是快速发展的时候 其实渐渐都长得一模一样 你其实没有什么感觉 那店也是类似的店 然后那个样子没有特色 那建基路它可能因为没有那么重要 所以它保持住了 而且现在再回去 它甚至于还有一些那店家 就是我当时还一样的店家 那个是这个部分就很神奇啊 建基路是很有 建基路你从我们家拐过去建基路 一直走到底就是三三国王庙 所以三三国王庙也还在 然后建基路这一段 基本上没什么改变 老房子都是老房子 它有一些稍微建一下 但是没有像中山路那样 盖个四层八层的东西 至少街面没有拓宽 其楼都在 然后那个店 就是一户一户的 还是没有大改变 对啊 我现在看就说很多地方 其实老街都会变成一个闹区这样 然后可是会看到有些老街 它重新改建 那个房子 或是重新稍微整修 其实都蛮像的 对 它就是有一种同质化 然后快速一种快速 快速生产出来的产物那种 就是你没有 不太能够有一种时间感的那种 其实是有一点 粗糙跟廉价的那个感觉 那那个是蛮遗憾 就台湾大概在70年代开始 就70 80 整个太快太急的去发展 然后整个城乡的风貌 在那过程中破坏的很厉害 但是过去这十年 当然整个回转了 我们看到 就是我最近回潮州 开始看到它已经回了 开始回转了 就他们开始 开始意识到自己 自己是什么 然后自己的特色 这些事情 确实是台湾的乡镇 在这过去十年 有明显的改变 开始提认到自己特色的重要 所以上在建基路这边 他们有意识到就说老屋保存这件事吗 或者是 我想并没有那个真正的 他们应该还不到那种 就是政府可以来帮助你的 但是我觉得在这十年 包括那个像台湾好基金会 在里头推动的一些事情 就是一个是 一个是居民或者是 居民必须自己要开始相信自己 认同自己的那个在地文化 他要他要爱自己的爱自己的文化 这件事情的意思要掀出来 以前所以他会被摧毁 是因为他不相信自己是好的 他认为台北高雄才是好的 必须我们必须要像他一样 所以他会否认自己 那他他当然现在他们开始慢慢转回来 相信说其实我们有我们的好 那他当他有这个意思的时候 他自己就会开始重视他现在的那个房子 跟他的特色 要不然要不然在价值观被 被另外一个巨大的那种 比较是这种宏大的那种 一个的 西化还是 对就全球化了西化了 那个单一标准化的一个价值观下来的时候 他会被摧毁的一塌糊涂 不过台湾的好处是过去十年到十五 甚至二十年 这整个是有一个回头开始相信自己的 这个能量出现了 在潮州我也感觉到建基路其实保存的还不错 我还蛮惊讶的 那老师建基路 你也提到就是有一些保留历史的百年老店吗 有没有你印象很深刻的 我其实那时候建基路是 当时建基路跟中山路不太一样 中山路比较是一些 怎么说呢 就像是食品啦 百货啦 生活用品 就是像糕饼店啦 像我们可能会比较喜欢 我们小孩子会比较喜欢的 就是服装店啊 那个糕饼店啊 糖果店啊 那个杂货店啊 是在生活物品在那条街 那建基路是比较是那种制造的 像做藤椅啦 做印刷啦 那种其实我们小孩子不太感兴趣 那所以我的生活 其实是会更偏到中山去 中山路会在那里可以买冰棒 很时髦的吗 冰棒好吃好玩的 就是你好吃好玩的东西 大概都在那边 那这边是卖的东西 可能是家具啊 可能是印刷品啊 可能那些小孩子是胖不到的 但所以那个建基路 那些那些店当时经过 但是其实我们 我那时候是跟他们 就是不太有互动的 互动的都是中山 中山路这边的 那像藤具店还存在 那像印刷厂还存在吗 有 他有一个那个老四的印刷厂 都还在 有一家 他以前 我是前几年去 那个老印刷厂还在 他的那个 所以他说买的最早的一个 那个印刷的机器 都也都还在那边 早年的时候 潮州其实是在 在那个区域是蛮重要的 所以他们 他们其实是会有附近的乡镇啊 所有的都会来这边订购东西的 我在看到老师写 那对夫妻 他们经营那个藤具店 然后我在想说 现在有很多人 会去买那样的藤具 然后那样的家具吗 那像这样的传统产业 如果说 他的生意没有到 非常的兴隆 然后他要这样子 留存下来 或者是传承下来 其实非常不容易 应该是一种信念 对 现在他事实上是 那对老夫妻是 还是他们在做 我觉得他看起来也还好 因为他现在会有一些订购的 他说甚至于会有台北的 来跟他订购 因为他那种藤衣 手工藤衣 反而某个程度 渐渐有些人会珍惜 这种手工的东西 所以他看起来 他经营这个没有问题 但我的感觉是 主要是没有后面 没有人要承计这个东西 就说他的小孩 或者是年轻人 他似乎并没有 没有人要接这个东西 但是他跟他 他这对夫妻似乎 他们就是在他的能力范围内 自己这样做 似乎是 并不会有压力 说经营不下去 那只是做这个事情 似乎没有吸引到 更多的年轻人想要接棒 那这个是比较可惜的 因为他说以前那条街 有几家那个藤衣家具店 那后来都收掉 现在只剩他们一家 对 所以很多年轻人 他们可能都去台北或高雄啊 去一些比较都市发展的地方 青年人离乡 发展成了宿命 对 那其实是过去几十年 很强烈的感觉 就是你如果你一个年轻人 长在一个像屏东潮州 这样的地方 你如果不选择去到台北 或者是大都市 你就好像等于你就是一个失败者 那个意味 这个这是 但我去 我后来去 那也是因为那个 台湾好基金会的协助 他会带我去参访一些 那个返乡青年创业 那可以看到 在过去五年 十年 返乡青年 确实开始陆续回来 但是他们会选择 不同的 不同的创业 那我大概看了六七个 那其实都很认真在做 能不能成功 不一定 本来这个事情 创业就没有人担保 但是还是蛮感动的 就是他们愿意回来 然后他们 他们不是因为在 在城市是失败者才回去 而是他们选择了返乡 然后他们本身都有 优秀的技能 或是他们有 他们自己的理念 那这个力量 其实是非常珍贵 而且是我觉得是太重要了 我其实觉得 政府应该要更用力的 去帮助那个 优秀的年轻人返乡 帮助他们如何能在 他自己的家乡立足 我跟他们聊 你如果突然一个年轻人 跑到一个小镇 要去创业 其实是非常难的 尤其他们的创业 通常会是带着 比较一些新的观念 一些比较都会的 比较不一样的理念 通常他们会是 会是跟一个旧的地方 要有一种融入 他说如果你不是返回 自己的家乡 在自己家乡会好一点 因为你的家人跟亲戚朋友 会当你的助力 帮助你 如果没有那个助力 其实是更不容易的 但是这个太重要了 我其实深深的感觉到 就是说 像潮州 它曾经是一个重要的 一个点 一个小镇 它也曾经很复述 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 有一个同学 他就住在建基路 我们家一转角 走过去可能20公尺 他是一个客家人 他们的房子 就是一个细长条的 可能那细长条 非常长 我记得 从他们 他带我 他们家进去 外头还有一个像防卫的墙 有一个层 然后再一进一进 可能有三四进 但是很窄 一直穿到最后一进 到后门打开 外面就是甘蔗田 就是台湯的这边 那个整个 就是好几进 那个东西是我当时印象 是深刻的不得了 就是你可以感觉到 他们家 其实 我到现在搞不清楚 他们家是做什么的 就是但是我去他们家 然后他带着我这样 从第一进 一直穿到后面 我就觉得 哇 怎么 怎么这么大的房子 就是 他们是很富裕的 对 就是 那他就是住在 那个建基路 他那一排的 通通是这样子 细长条的 一直通到最尾巴 那现在全部变了吗 现在因为开路 所以 我那个同学 那个是 他是当时是第一户 然后他 我再回去 他们家已经不见了 因为他被那个路开掉了 然后中间的还在 可是原来很长 后来因为后面 也开了一条路 所以他们那个 也被砍断 所以没有那么长 对 老师说 参访了一些青年创业 大概五六个创业的 那您有没有 哪一个印象深刻 有一个返乡的青年 他娶了一个日本妻子 然后他们在那边 开了一个餐厅 咖啡餐厅跟民宿 然后做得非常好 那个餐厅就是非常非常精致 他们是留学意大利 是学艺术还什么 他本身那个美学啊 那些技 然后他也很热爱那个厨艺 所以他们开了一个非常 非常好的一个咖啡跟餐厅 然后还有民宿 就是他们会经营出一种 你以往在潮州 不会看到的一种品质 那种品质 其实是不输给 那个外面的世界的 他们就是很认真的 在他的范围内这样工作 还有一个是 他现在台北 在日本料理店工作 当厨师 就是做了多年以后 他决定返乡 自己开一个日本 他就开了一个 小小的那个料理店 不太大 就是小小的一个 但是我去那边吃一顿饭 就是很专业 很认真 就类似这些 我都觉得印象都蛮深刻的 就是他们不是来转一圈就走 他们是真的 真的想好好的在那边 就是在他自己的家乡 发展出他的 他自己相信的东西 那老师那时候 跟中学生接触的时候啊 是有感受到 城乡差距去影响到 这些年轻人吗 其实我那时候 他们希望我去做个演讲 或者是谈文学 后来我建议说 就是演讲 我现在没有很喜欢演讲 因为演讲 单方面的 你就告诉 一直在 好像在步道还是什么的 所以我觉得最好是 我说那不如做一个工作坊 好了 我们就等于是有一种 有一种把它扩大 把它变成 后来我是变成两天的活动 就是两天 然后他们去邀那个 好像四个还五个 国中的学生来 然后就是跟他们 从一开始 先讲一下我的创作 然后给他们看一些例子 请他们讨论 然后出作业 开始出作业是 叫他们先去拿手机 让他们都有手机 我就先去拍照啊 拍你的家附近的 任何东西 你就拍 你有感觉的东西 拍完来 就每个人就 譬如叫他拍死张 然后就放出来 那请他告诉我 你为什么要拍这些东西 然后就每个人讲一下 为什么 然后再来就说 好那你 请你从你拍的东西里头 帮他们 串出一个故事 好有意思 就等于是有一个 像是一个写作练习 但是那个过程 就是我 因为我完全不太清楚 他们现在的学生的状态 城乡的差距有没有 我也搞不清楚啊 但是接触下来 那些学生其实是很优秀 在他们国一国二的状态 城乡的差距并不明显 那再往后会不会明显 我就不清楚了 但是那时候是 看起来是都很优秀 就是聪明度啦 然后那种积极性啦 也都都很好 嗯 所以老师那一堂课 是让他们从自己家乡的观察 感觉出发 但其实老师也是从潮州 您后来搬到哪里啊 潮州就搬到台北 就搬到台北了 对 就一直在台北 在台北的时间 哇 那要比在潮州多了很多倍耶 对 那潮州才十年 可是从文章感觉您是非常怀念潮州的 呃 确实 我觉得潮州那十年 可能对我来讲的重要 后来其实有一个作家 不知道是不是普鲁斯特还谁讲 他说 其实每一个作家只要有他 前十年 同年的前十年的记忆 他就可以写不完 他只要不断去写他 前十年 而不是后面啊 后面的就相对没有那么重要 嗯 某个程度 我 我觉得 我相信的 因为 那十年好像没做多少事情 可是你在里头 好像可以一直挖 一直挖 太多东西可以一直跑出来 嗯 我从老师 就是文章中有附一个照片 是一个小鸭 然后可以上大 其实是鹅 啊 是鹅 是鹅啊 白鹅 看错 哈哈 一个鹅 然后上大街散步 这个是什么时候拍到的 这个就是那个出版的时候的 但那个是杂志社的摄影去拍的 那个鹅是很有趣 那鹅还蛮有名的 就是某一户 某一个商家养的 然后他就是养在他的店面啊 然后那鹅一个一个水盆 每天会给他下去 他会自己玩水 他没有绑起来 觉得那鹅已经觉得他跟人一样 跟大家一样 就在路上逛来逛去 逛来逛去的 过马路 他就是 然后他主人也不管他的 然后他就是逛逛 他就是就会回到他们的店家 大家也好像就是接受他 就是这样 他是就我们这家乡的人 对 他就是我们这条路的某一个居民这样 然后他不太理人 他也不怕人 你去看他什么 他也不太理你 他就做他的事 应该蛮多动物很羡慕他 不用关在笼子里啊 或是局限在某一处 对而且他一点也非常自在 他一点也没有什么害怕紧张什么 没有非常自在 我从这个照片是感受到就是说 这个小镇它还是保有一些 它原来纯朴跟自在 跟安逸的那个氛围 当然跟那个我小时候的那个 对于整个潮州的印象 还是有点落差了 对 但是唯一可能就是 就是建基路 就是建基路那一段是保持的最好 不管城市或是乡镇 其实它的发展都是持续的 那老师里头提到说 过去几十年 城乡转换的这个变化的过程 这个地方它逐步 失落自我定位的信心 找不到跟大城市竞争的平衡点 您现在还是这种感觉吗 我觉得那是过去大概四五十年 台湾整个城乡发展 或台湾整个发展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对自己其实没有足够的信心 然后一直想要去模仿别人 成为别人 那但是一个没有自我的人 是没有办法成为任何人的 所以他其实你要先确认自己 就有自己你才有可能成为什么 那这种 那台湾的城乡是 在发展过程中 我觉得最悲哀也最可惜的 就是他没有得到 任何的鼓励跟肯定 说他的价值 他这整个过程是自我否定的 就是你从你从这种 就好像我即使我到 我十岁到台北 我在后头几十年都在台北 我跟跟朋友提起说 我是屏东潮州人都还会有 有人会这样 你真的不像 真的不像是什么意思 你好像比较优秀的意思 对真的不像他内涵是什么 对什么意思 他的意思是说 你好像更优秀嘛 你好像有点奇怪的感觉 不晓得就是怎么说呢 那种会让一个 我在想我是十岁就离开 如果一直没离开的人 他们来到城市 面对这种认为 你必然没有很优秀的这种观念 你来自那种 来自乡镇 你必然没有 不会太优秀 那这个压力多大 对 而且我其实感觉 在台北 就是是很多地方的人 移民过来 反而台北人 好像当然是很多元 多种族 或是多文化的 但是反而 好像少了一些凝聚力 对 他的那个认同感 但是也是有了 就台北还是会有 自己的认同感 跟自己的归属 但是台北毕竟是一个 得天独厚 天之交直 台湾的所有的资源 都放这里 那但是其他的 那个几百个乡镇 他们也需要认同跟关注 他们也需要 他们的自我肯定 那些事情 是很重要的 因为台湾有 一半的人不是在台北 三分之二的人不是在台北 这些人其实不能是让 让所有人觉得说 只有离开家乡 才是 才是可以有 有伟大牵扯 这种观念 这个东西是存在的 我隐约可以感觉到 我小时候那些邻居 当然都是那个宿舍里的邻居 后来到台北 但是 就感觉到 感觉到那种 好像大家都有一个方向性 就是必须要往台北 必须要离开潮州 你才可能有机会 这种东西 刚讲到台北人 讲到潮州人 有一篇 刚好我前一阵子看到 就是北漂的人很多 然后他在他的部落格写 开始就说 就是一个北漂人 他说刚上台北的时候啊 常会想说 不知道要赚多少 才舍得点一碗汤 日常的汤其实不贵 对 但是呢 因为北漂 他们来到台北来 生活不易 所以每一餐 都要精打细算 然后 多点一碗汤 其实就 多付出了一些钱嘛 可能口袋就少了一些 对 所以他 讲到说 离家的自由 但是伴随金钱的不自由 生活说不出哪里 更丰富 然后餐食呢 反而变得有些贫瘠 那老师提到 就是说 其实不能够 只专注发展在 大家都觉得说 离乡 全部都要北漂 全部都来到台北 应该 更要 在乡镇 这些地方 希望能够更努力 再发展这一块 是 这些乡镇 其实都需要一些 需要年轻人 来带进一些 创业的 他必须带出新的活力 他不能够靠那些老的 做腾椅的 那些老师傅 他必须要新的能量 跟新的各种资源 要贯注起来 他要有诱因 还有要有可能性 要不然其实是很难的 返乡对于年轻人来讲 是各种压力 因为你在台北 你不管成功不成功 没有人会说你一句话 你返乡等于是 看你到底能怎样 他这个压力更大 你就非成功不可 那是不容易 但是那个乡镇的父亲 只有靠返乡的青年 你陌生的年轻人 你把他丢到一个 陌生的小镇 不太容易的 那是更困难的 他有一些 有一些他既有的 连结的支撑 他比较能够生存 不过就是 那某个程度 我们可以知道 就是台湾在经济发展的时候 政府是有意的 要把年轻人从乡村 吸引到都市来 因为他要投入到 他整个的这个人力市场 他需要他们 可是这个时间点 应该慢慢已经过了 我们现在 各式各样的因素 我们不必 不是那种大量工厂制造的 我们还有各式各样的产业 创意啊各种东西 政府应该要再思考 如何鼓励年轻人回乡 他不只是产业 那个乡镇 他必须要再复兴 我觉得我小时候的潮州 比现在潮州是迷人的 是他 他真的是 那时候是迷人 他迷人是因为 他们自己有自己的一个天地 他们相信他们的天地 他们觉得 他们的那个游行啊 什么拜拜啊 他们的节庆啊 然后他们的彼此的关联 他们有一种 自尊 潮州人是很骄傲的 然后他们有一种自信 也有人在问说 那你会不会想回潮州啊 回去住 我不大会 因为简单的 潮州我一个人都不认识 我是个陌生者 然后在台北 我还是有一些老朋友 一些一些我的连结 然后台北的这种城市文化 是我熟悉跟需要的 到潮州 我想我也可以在潮州生活 但是潮州我反而会担心 就是那种小镇的一种亲密 过度的亲密感 对我来讲是压力很大的 就是可能我这样住进去 所有人都盯着这个人是谁 然后我每天的一举一动 都都被这样子小心的观察着 我觉得太可怕了 就是我在台北 我随时走出去 我去哪里 没有一个人理我 也没有人管我 我需要这种 没有人一直在聚焦着你 对 我自己 也许我想太多 但我想我要住在潮州 搬到建基路一个房子里 我从一出门隔壁的 一定就在想 这个人他来这里干嘛 他今天要干嘛 因为他们彼此可能都很熟了 对 老师最后您说啊 童年家乡是原点哦 什么是原点 他好像是一个 不断地会把你引回去 因为我在这个成长过程 是觉得我当然是越走越远 我越走越离开 你离开 不只离开我的童年 离开我的青少年 离开我的大学 我就是一直在往一个 下一个终点走去 不过走得久了以后 发觉童年那个东西 会不断地跟你开始对话起来 所以童年会出现 有可能也是因为 写小说的关系 我其实刚完成一本小说 就几乎是在对我的童年 不断地做回忆的这个事情 就那个部分的强度是很大的 那个很大是我以前不会 我以前总觉得就是 这个世界是不断地探索 不断地开发新的可能 就新的答案 你会一直找到一些 你以前不知道的事情 然后现在其实不 必然是这么认为的 我觉得那个童年 会告诉你好多事情 就你在里头会找到很多 就是会让你深思的事情 所以您退休一年多了 像是您也会帮一些媒体 您会有写一些您的文章 那还有您刚刚讲写小说 退休生活是怎么样 我其实没有特别的规划 我就是我的原则就是 可能就是读书跟写作 这样那这个之外 我没有去 我并不想去承担固定的工作 但是我会开放给 只要我觉得有趣 有意义的事情 我就比较是随机的去做 那这个会很多 像我去年册了两个展览 一个在上海当代艺术馆 一个在台北的一个画廊 比如策展 然后我的写作 然后譬如说 我今年一月开始 在香港大学兼了 一学棋课 那这种 它不是永久 但是是短期 如果我觉得可以的 我就随机的这种配合 这样 然后我的主体 就是阅读跟写作 然后这个之外 如果有 我觉得有意义的 有意识的事情 我就做 就这样而已 谢谢老师 老师最后 有没有特别想要分享 也谢谢Nancy 来分享这个事情 因为 就是在写作里头 会去提潮州 但是我其实 并没有太跟人聊 就是口语的 谈的 谈的经验不多 就是我自己在文字 自言自语 通过跟Nancy这样子对谈 然后尤其由你的角度来发问 我觉得蛮特别的 我其实也很enjoy 非常谢谢 谢谢老师 我其实在大约十年前的时候啊 曾经以老师的这本书 若见诸 我跟老师做访问 然后那个时候就很欣赏老师 用老子道德经 然后用哲学的这个角度来去看台湾当代的建筑 然后那个时候看老师的文字就觉得 就很美 然后很有意境 跟文字外隐含的一些趣味 就是是你会引发你一些思考的 很诗话的语言这样 然后老师写人跟建物 跟环境跟空间的关系 还有影响 那个东西都让我觉得细细咀嚼都非常的有意思 也欢迎喜欢阅读的民众呢 也可以来看老师现在这个书 老师其实后来还出很多书了 那这次在这个台北国际书展的这个一方印记 就像老师刚刚讲独处的方式 独自看 然后细细品味 那个感觉又会不一样 是 我其实要特别提一下这本书 我跟景点合作 我其实是印象非常深刻 因为非常的用心 非常的认真在做这本书 而且他们在里头腰稿啊 对待作者的那个诚恳度啊 他们会派专业的摄影 去到你提到的地方去派 这些事都是很难 那个简直是 我的感觉是他们用 一般出版社出书好几倍的成本 跟心血去做这本书 就是我确确实是感觉到 我蛮惊讶的 怎么有人还愿意这么 这样子去出一本书 花心力去做 就是投资下去 而且让我们可以从名家 然后文学家 他们的这个角度来去看台湾 是 是 他们各自的家乡 然后他们由他们自己的角度谈 对 谢谢老师 谢谢 老师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